大家一起站一下未來一個月 我會被看見嗎 是的 大家趕快來選一張牌 我們現在有五張牌 A這張牌就是有一個女生 她躺在雲朵裡 B有一個女生在摸獅子 C這張牌就是有一個女生 她在騎著一個神獸 D這張牌就是後面有一個神獸 前面有一個女生 她坐在石頭上 E就是有一男一女 然後前方有兩個 就是天鵝 那現在我們大家要選一張牌 就可以知道說 未來一個月我會被看見嗎 直覺囉 好 詹老師 我選B 謝謝 好的 我選E 利東 C 老師們 我選豬 來 第二張牌 謝謝 老師你說你選什麼 D 這是一種創意嗎 對 我怕我發音不標準 小龜一塊頭 好 我選B 我選B 也是B喔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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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A A都沒有人選 好 那如果說觀眾朋友選到A呢 視而不見 努力不夠 20分 還好沒有選到這張牌 那喜歡這張牌的觀眾朋友要特別留意喔 就是你跟你的主管或上司見面的時候 總是會差聲而過 好 那你在開會的時候總是不是當那個第一個發言的人 你們總是都很低調的在就是自己的桌子上面滑手機 所以老師也建議選到這張牌的觀眾朋友們一定要多多的發言 而且要製造機會 如果看到主管上司就是在辦公室要趕快去敲門 多多的靠近他 如此一來才可以擄獲上司主管的方心喔 那我們來看看選到A 好 那如果說觀眾朋友選到A呢 就是 對 選到這張牌的人呢 代表是說呢 你的主管上司以前都是看見你的 但是最近呢 開始呢他就看到旁邊的人 看不到我了 對 看不見你的 那 太散啦 是是是 那像甜甜是選到A嘛 對不對 所以也代表是說呢 最近可能會有很多新人背出喔 大家本來選只要選你的 就有選到別人 所以老師也建議選到這張牌的人 一定要多加的去發揮你的特質 那把你的特質顯現出來 要多朝不同的路線 多元化的路線發展 如此一來才可以變成 東方不敗 那我們來看看選到D的 那D的就是我們的篤林哥 那我們來看看還有那個湯老師 小人看見打敗天底 對 選到這張牌的人 代表是說主管上司沒有看見你 反而是小人嫉妒你 那像現在很多的人 都有很多小人 但是不用擔心 其實當小人 或者是天敵要靠近你的時候 你都會發揮你的智商智慧 把他們拉下來 所以你可以把小人 墊到落荒而逃 所以選到張牌的人也是不錯的 那我們來看看 選到C的 選到C就是立東 那如果說觀眾朋友選到C呢 代表是超越他人被人提拔 反正就說 對 恭喜 選到這張牌的人呢 就是你過去所做的努力 都會被回饋 那如果說你工作上 是有業績壓力的人 你的業績都會蒸蒸日上 而且可以打倒同業 被上司主管拉拔上來 那如果說你是 打倒同業 對 如果說你是考生 需要考試的話呢 你可以傲視群雄 然後打敗你所有的考生 而且會被旁人覺得寡目相看 所以要恭喜你 那我們來看看選到B的 B是詹老師嗎 是的 是的 勇打的先來 應該是最高分 我們來看看選到B的 好 那就是付出回報 被人讚賞8% 對 是 雖然你這麼嫉妒我 但是牌還是告訴你答案了 沒錯 好好講 因為我們同業 還是有一些競爭的 對對對 那如果說觀眾朋友選到B呢 代表是說 你過去一個月 或者是之前所做的努力 在未來一個月都被發現 都會被讚賞 那如果說你是有主管 喪失的人 恭喜你 你的主管喪失 通通都會給你回饋 給你回報 謝謝小茂 那如果說你有另外一半的人 你另外一半都會看見你 都會覺得 哇 你付出的增多 會給你一個永穩 會給你一個擁抱 那你的心飛上的天 好像飛到了九霄餘外之外 所以要恭喜詹老師 謝謝小茂老師 好的好的 耶 來 觀眾朋友請注意 如果喜歡我們命運好好玩的節目的話 請上YouTube上面搜尋 命運好好玩官方頻道 就會出現這個頁面 然後這邊紅色的訂閱給它按下去 您就可以每天隨時收看 命運好好玩 我在這裡等你喔 喔唷耶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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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